來到我們展覽的 就有最後一件作品 跟展覽名一樣的 作品名叫做寶天 就是由尹秀珍和她丈夫一起合作製成 也是這次特別為這個展覽製作 所以是2020年的新作 裡面其實是 這個影像畫面 綜合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片段 有些是紀錄片 有些是在片場設個場出來拍 有些是用手機在街上拍攝 但整體來說 她也在探討尹秀珍 自己的那一代 她的上一代 她的媽媽的那一代 還有她的下一代 她的女兒那一代 三者之間的小小關係 我知道進來這個空間 其實因為有很多片段 我也想聽一下Rose你的第一個印象 首先我覺得一定要看 因為其實你看完之後才明白 為什麼她這整個展覽叫寶天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只是一看一看開始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她希望可以拿那些展品 去拿個人回憶 或者是個人的經歷 和這個社會變遷去連在一起 但是我始終不可以解釋 為什麼她那個展覽的名字叫寶天 直至看了這條片 所以如果說畫面或者是裡面 給我最深刻的一段說話 是她自己旁白 她就說因為她覺得她媽媽就好像在補貼 有什麼事發生 她媽媽就去解決 是因為她媽媽用一幾資料 或者加上她爸爸 所以讓她跟她姐姐有一個比較安穩的童年 可以有現在這個家 所以她會想一下自己可以跟她下一代 她的女兒可以怎樣去補貼 其實是說到尾 可以有一個怎樣的環境 她可不可以幫她的女兒 去解決她的女兒在成長過程中 遇到很多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終於明白了 她裡面有很多 就是講的三代人 其實有很多比較象徵性的畫面 如果我們講一下可能上一代 就尾守珍爸爸媽媽的那一代 其實她爸爸在這個片裏出來 基本上都是在跳舞 拿一塊紅布在跳舞 其實她有解釋 因為她爸爸很喜歡跳楊歌 其實那個楊歌在土地改革的時候 是農村一個很有競爭意義的 其實不單止土地改革開始 應該是延安開始的一個 在農村很普遍的一個 表達對共產黨的意外的一個方式 你會見到她爸爸是 成為了這個樣子 已經成為了她人生一個 摸不去的一個記憶了 或者已經成為了她日常的一部分 這件事其實都頗有這個象徵意義的 另外一點是 一開始我會覺得 雖然不是說象徵意義 但我很明白為什麼她會一開始 一開始是她媽媽帶著她媽媽 找到她媽媽出生的那間屋 那出生的那間屋其實是一個大宅 天津鄉下一個大宅 那你可以終於明白 其實她媽媽的人生 都是跟這個國家的變化 是很密切的相連的 1949年的時候 她媽媽雖然出生於這個大戶人家 但很快就沒有了土地 沒有了財產 那就變成一個一無所有的窮人 那她的人生軌跡呢 你可以想像 如果她還住在那間大宅裏面 跟她現在 應該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兩個人生 所以 這件事又會給我印象很深刻 結束的時候 其實她是用了她爸爸在那裡跳樣過 和穿過一堆城館的雕塑 那我覺得很歡迎回到開始 因為城館給我們的印象 就是她是擦遷的真地 擦遷的主力 那其實中國社會經濟發展 其實有很多時候是有付出代價 那付出代價就是 有很多人內以維生的土地 或者是他們謀生的一些地方 就因為經濟發展 城館要驅上來 或者是城館要為了政府的政策 那你就沒有了這塊地 或者沒有了這個謀生的方法 好像裡面有一段是 很多人在郊外擺攤的 即地攤經濟 但很快你會覺得消失了 那我就想起曾經幾年前 就是低端人口清理了 其實對一個城市來說是乾淨了很多 那都可以成為一個很美麗的一個 一個未來的一個地方 但是對那些人來說 就好像永秀州的媽媽一樣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即你曾經禮以維生的一件事 就沒有了 就說沒有了就沒有了 之後你的人生可能就會 走到不同的路向 就是一種很浮動的狀態 其實很容易令我們想起行李箱 即是沒有安全感那種感覺 Rose剛才提到的議題 都在她的模式上反映到 即這間房間裡的鏡 又或者畫面那麼大 配合一些在路上的畫面 是給別人一種速度的感覺 同時這些椅子 你講到爸爸跳姚哥 其實我不知道姚哥有一個在延安開始的歷史 但我看回他的動作 我就覺得是否跳姚廣場舞 其實這個房間裡是給我這樣的感覺 這是我的印象 是的 我想他其實也是反映了 他用這個設定或者裡面很多畫面 其實是告訴你們中國人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其實由他爸爸媽媽到他下一輩 你其實是會見到不同的生活軌跡 他媽媽可以由一個大湖人家 變成一個一無所有的窮人 但是我相信是因為經濟界的開放 終於使得他爸爸媽媽有機會去培養永守真那一代 即是我這一代 可以成為一個終殘 終於好像向上流動了一點 就是一個去做體力勞動 或者是賺很少錢的那些 因為他去了終殘之後 他一個下一代的女兒 你會見到他完全是一個全球化的產物 因為在這部片裡面可以見到 他的女兒是寫英文歌唱英文歌的 他整個表演你會覺得是一個很張揚的個性 即是比較 他已經可以不再去想任何跟物質有關的需求的問題了 他可以全心全意去發展自己的心靈的這個 或者心理的這個需求 他好像跟他出現的畫面 女兒的畫面都是跟其他人沒有什麼關係 他經常都是自己一個人 戴著耳機 是 孤獨一些 可能在河邊走過 這樣的畫面 我想這個是因為獨心子女一輩 之後他們又是一個脈策很豐富的地方 他們會更加多考慮自己 他不需要去考慮說 我需要怎樣去接觸外面的環境 我怎樣去考慮周邊人的情緒 因為好像所有東西都理所當然是為我準備好的 那我就全心全意去發展自己 這個 但是裏面也有一個鏡頭的 你看到也會有少少改變 就是那個女兒用金毛剪了 之後就跟他媽媽和他媽媽婆婆 三多人一起玩一個他媽媽小時候玩的遊戲 有繩子那個 就是跳橡皮金 都是我小時候讀小朋友玩的 那你會覺得這個其實又是一個畫面 在三代人的連接 那我相信要走到那一步 我不知道是因為拍了這段片 而可以走到這一步 還是生活中間其實有很多事情發生 可以試得她的女兒 可以願意走進去她媽媽和她婆婆 那一代人生活中間大家有這樣的連結 那個女兒的畫面是比較難選擇 那她始終是年輕 或者她媽媽和爸爸那一代 起碼我們都是一個要徐波逐流的一代 她是要受到大環境影響 是怎樣就是怎樣 我覺得是她三代人 其實是中國這些三代人 好像我爸爸媽媽 就是裡面那個 永守針的爸爸媽媽那一輩 她真的比較沒有什麼自主權 就是說一個大環境變成怎樣 她都唯一想到怎樣生存下去 或者後來可以想到 是怎樣生存得好一點 所以為什麼叫寶天 就是說她媽媽就會在有限的資源之下 都想給她的子女兩個女女 是最好的 最好的東西 所謂最好的東西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那些衣服 我也覺得很感動 就是說她媽媽就說 她要拿很多衣服回來 扯線頭 一件衣服只要兩分 兩毫字 不是兩毫字 她的衣服 裡面有很多顏色 是她媽媽自己演的 之後就會照女兒想要的款式 一斤一斤去做出來 那這樣的生活環境或者那個方式 對現在的人來說 尤其是對她的孫兒來說 是天荒夜譚 你難以想像的 但是 所以 這個是她爸爸媽媽那一輩 去到永守針 就是我這一輩 我覺得我們其實是中國社會 她裡面最幸運的一代 就是 如果你沒有經歷這個文革 和做知青那些 那一路都很順利 一路走過來 因為你可以很順利去接受大學教育 當你大學畢業的時候 你可以旅行 去全世界 可以有機會去全世界 因為你可以依靠你自己的能力 去獲取相應的回報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輩的中國人 大家目標很清晰的 個人奮鬥 世耀夢想之後 對 在物質精神上面都有很多收穫 但是 我不知道 這輩子 就是我們下一輩 在現在的社會環境之下 會不會其實她面對的困擾更加多呢 就是那個天會有一個洞 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幫她去補一補呢 好像有一個責任感 對 我會覺得 因為其實她的將來 其實有很多的未知 你又不知道這個社會會會向著哪個方向走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 對 Rose 我想問一下 作為一個要 其實剛才在行李箱那個環節 我們也提過 就是 作為一個記者 講故事的方法不同 但是同樣地 來到這個作品 都是運用鏡頭的 你以前是電視記者 這個鏡頭的運用又很不同 它是混合了很多不同的片段 你對她的理解又是怎樣 你是不是很可能界定 這類型的片 我會覺得其實是 有很多情緒在這些片 因為全部都是主觀鏡頭來的 所以 這個真的和我以前做記者 這個是大家很本職的分別 但是她又和電影不同 和她講故事的 故事的那個 故事的那個方式的話 又比較零碎 那很多時候可能 要看你自己 如何去interpret 或者你有沒有辦法 可以follow到她的思路 那 但是我覺得藝術作品 但是我都說藝術性 不是就是 你是需要想得多些 就是 看多幾次想得多些 那你才可以去理解 或者是你自己理解 才可以建立起你 那對我來說 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那我想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都是同一時代成長的人 都 共鳴呢? 會有共鳴 是的 應該叫共鳴 但是 我又覺得 其實是很多沒有這個 同樣經歷的人 是需要看看 因為你才會知道 中國為何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是又怎樣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這個就是 故事創造的力量 它有一個運用了一個手法 很有趣的 就是它會 真的放一些紀錄片的片段進去 最有名的其實有一個小片段是72年的一套紀錄片 意大利導演拍的 是的 當時拍的是 應該是文革時劇的 文革時劇的 是的 你對那個畫面 就是它其實有些 它用那個畫面用得很有趣 它只是抽出它的字幕出來 有些像是給背景資料 其實它抽了那一段 是講紡織廠的女工 在這個收了工之後 在這裡探討這個時事 如果你對那段歷史 或者是對這個結構 政治結構不熟悉的話 你會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大家收了工 又在這裡討論這個時事 但是這個學習的小組 或者是每個星期 可能是文革時劇 可能每天都要這樣學習 這個傳統一直在我讀大學的時候 都有的 每逢星期五 我們一定要有政治學習 其實這個是一個 控制這個社會 一個很有效的方式 放在這裡 我覺得它是 告訴大家 她媽媽 當時其實是一個 怎樣的工作狀態 所以跟著那段片之後 會有一段鏡頭 是她慢慢看著牆上 很多那些紅旗 那那個紅旗 其實是那時候 是一個政治進步的象徵 你要勞動模範 你要在這個政治學習的時候 表現得很進步 你才可以拿到那些紅旗 那我相信 其實對她媽媽的一代人來說 那些紅旗 其實是人生一個很值得回憶 還有值得珍藏的一段記憶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很多人會覺得 我的付出 我的努力 其實是被國家認可 被社會認可 所以 可能我的看來會覺得 你為什麼那件事 這樣奪取你給一個 你想少了自己 你所有事情 都有貢獻給這個國家 但是可能對他們那代人來說 是覺得理所應當的 所以這又是他們那代人的集體主義的表現 跟我們這輩人更加考慮多自己 可能我們下一輩是完全考慮自己 是有這樣的分別 其實裡面 除了紡織廠的一句之外 他也有一句是說 藝術和文學是為功龍兵服務的一句 其實藝術 好像我們剛才也說過 藝術家很多時候是反叛 但是另外一個同時 藝術作品永遠都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 藝術家可以用他的作品 去表達自己個人的意見 但是一個政府都可以利用藝術作品 去控制或者去影響大眾的思維 實現最終的社會控制 所以你會看到在文革的時候 為什麼藝術家一定要為人民服務 所謂人民就等於是黨 因為黨是代表人民的 所以藝術又是人民服務 其實你也可以依靠為黨服務 所以永久中 他那一代的幸運地方 在於他現在這些作品 其實是可以更多想說他自己想說的故事 那你想一想 如果我們回到那個時代 藝術家只可以說 別人要你說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很痛苦的 其實廣東美是自由 廣東美也是一個自由的程度 大和小的問題 能夠做到一個這麼私人的展覽 是不容易的 都不容易的 怎麼可以這樣走到這一步 都是很難的 我記得八十年代 有些新興的藝術家 在北京、成都 他們剛開始展覽的時候 那個非議是很多的 是嗎 你會擔心來自政府的監管 你會面對大眾的不解 所以 聽聞當時是有些展覽 是一些展期要很短 一個weekend 又或者是 我看到有些是在公寓裡面 發生的展覽 是啊 好像地下展覽 有些像地下樂隊 好像那些 所以你會覺得 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展覽 但是關於比較個人的 其實已經 又好像那些衣服一樣 不是一個很表面的東西 你是有結構性的一個支撐 你才可以看到這些表面的東西 嗯嗯嗯 好 謝謝Rose 謝謝你今天參加我們嘉賓道士 多謝你的意見 謝謝 好